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前期日元出现大幅下跌 那么近期出现反弹 那么目前来看这个反弹的 这个这段的周期调整的周期可能还不够 那么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呢 可能就是日元将会进入一个 相对来说呢一个横盘整理的这样一个走势之中 空中理财师判断 短期内人民币对日元仍然会在16元附近震荡盘整 长期来看 人民币对日元继续升值是大概率事件 对于复日旅游和购物 空中理财师建议 七八月份暑期复日可能是绝佳时机 一方面 人民币对日元重回16元以上 复日旅游购物将变得更便宜 而另一方面 日元贬值造成的输入性通胀还未全面显现 因此当前复日正处于人民币购买力强 而日本物价又较便宜的阶段 相对来说最合算 同时理财师也提醒 未来虽然人民币可能更强势 但安倍经济学带来的通胀 也会推高日本国内物价 而且近期已经有不少跨国企业 调高了其产品在日本的售价 例如苹果iPad mini32G版本 之前在日本官网的售价只有36800日元 而目前已经调高至了42800日元 调高幅度达到14% 不过这一价格仍然比国内官网售价 3288元要便宜20%以上 理财师认为 未来随着日元进一步贬值 包括电子产品 化妆品 奢侈品 以及住宿餐饮等在内的一系列价格 都会上跳 这无疑将抵消人民币升值的优势 最后基于未来日元仍将贬值的预期 理财师建议 赴日购物的旅行者可以多刷信用卡 借钱消费 回国之后再购买日元还款 这样如果日元进一步贬值 消费者还能够进一步享受到汇率游会 相当于为自己的复日旅游 打上了一个折上折 理财小课堂 正确选择双币信用卡 提到双币信用卡 很多人都会首先想到 Visa万事达等发卡机构 但实际上 这两家机构主要发行的是 美元双币卡 如果要复日旅游的话 则最好办理日元双币卡 这样能够避免 人民币美元日元三方兑换 造成的汇兑损失 目前国内已有中行 公行等多家银行提供 与日本GCB机构合作发行的 日元人民币双币卡 有需要的观众不妨去银行柜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